2021 年的 11 月底 英國的 LSE 倫敦政經學院承認 他們沒有蔡英文的口試記錄 今年沒有過多久 就在 1 月 12 號倫敦大學也宣布了 沒有蔡同學的論文 你要幾個零品書來救趙呢 你救得了嗎 現在要問誰呢 都是假的 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從最早開始追 2019 年 9 月份 到現在 90 11 12 4 個月 再加兩個 365 天 已經超過了 860 天 堂堂要邁入 900 天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兩年半來 追論文門一步一腳印 真的是畢路藍旅 遺起山林 真的要回首來時路 真的是一把辛酸淚 經歷過太多太多的高山低谷 經歷過太多的曠野 有的時候你會不知道說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公平正義 上帝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仍然縱容這麼邪惡的人 這麼邪惡的一個集團 在那裡 這個以假亂真 在這裡一手遮天 在這裡指路為馬 在這裡顛倒是非 沒有答案 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時間表 所以我們一直在傳道書中 跟大家分享 也在跟大家分享 萬物都有定時 好 有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我們一直追論文門 一直追一直追得很深 像剛才我們這兩集 海外論文門99集 其實這已經是屬於 宇宙政經學院的博士級的同學 才會知道說 Kid Good是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Louis Nato 這些在英國端的這幾個涉嫌非常重大的人 他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我覺得 這個背後一定是 當然有一個犯罪集團 在主導這個劇本 所以他才會讓這個劇本 在台灣 在英國可以輪流上癮 才會在台灣把我起訴 把我起訴的事情拿去英國說 你看製造假消息的人 他已經接受法律的制裁 然後把這個東西做兩面的操作 可是我說短暫的情況下 他會達到他的目的 可是中期長期他是不會得逞的 因為這些東西你掩蓋不了 到最後你看一個一個的 在英國端跳船 英國一個一個揭露事實 英國倫敦大學的這一端 我現在講倫敦大學 當然包含了倫敦政經學院 他互相低皮球 這一端經過兩年的時間都說 這本論文是遺失了 到今天承認 這恐怕不是真的 因為你不可能到處都遺失 連這個microform 連這個微膠卷也遺失 連這個入管的卡的目錄都遺失 這麼簡單的道理 兩年前就應該承認啦 所以我有時候說 大家會禪 這個禪功有的時候 還是會發揮效用的 不過禪功的過程當中呢 三不五時出手去戳他們一下 也是有用的 因為他們這一些英國學校的這一些包庇犯罪的集團 有人是基於無奈 有人基於是無知 那他可能禁酒不吃 得吃罰酒 不然他會覺得你們只是一群在網路上無聊 沒事幹的酸民 那這不代表台灣的主流民意 所以三不五時的我們出一些重手 還是有必要 所以我覺得跟英國這一端 現在在整個 戰鬥的過程當中 這個節奏實快實慢 其實不是壞事 當然最後 要將軍的人必須是 像我 像林環牆教授 像賀德芬老師這種 本身帶有被司法迫害 同時也被這一個整個論文門的受害者 到最後 我還有另外的殺手鐧 就是我本身 已經是一個刑事犯的被告 而且是一個 沒有經過合法程序就通緝的人 我在全世界可以玩的 可以做的事情還多得很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一步一步來 那這個事情呢 可以有的事情可以快 有的事情快不得 有的事情是要單刀直入 有的地方呢是要群起圍攻 我想這個節奏 目前都在我們的掌控當中 好我有的時候 看在網路上很多的朋友們 他們其實用很簡單的方式 整理整個論文門兩年伴來的心得 有的時候他們單刀直入的說話 反而比我們在那裡想東想西 在那邊瞻前顧後左思右想 然後擔心這個策略要來的直接 我就在網路上看到朋友們整理了 論文門到現在 他說我隨便拿出十點 抓路邊隨便一個人 懂不懂論文門 我把這十點告訴他 他們不相信都不行 好我來看看這十點有沒有道理啊 第一個 總統部記者會聲稱1982年蔡英文以財務困難退學 WD from cours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那麼之後蔡英文沒有重新註冊繳費 沒有 1982以後就沒有了 1983繳費空白 1984繳費空白 他就不可能在1984年3月拿到博士學位 再來第二個 他如果真的在1984年的3月拿到博士學位半年之後 9月份政大申請教職的履歷表的論文 就不可能題目 跟他在前面公開說的幾個論文題目 都不相同 第三個 英國倫敦大學有三處要收藏該博士論文的地方 再複習一次 一個叫做英國大學的總圖書館 叫做Senate House Library 另外一個就是倫敦大學 專門收藏法學論文的圖書館 叫做IALS 叫做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把它翻成高等法律研究院之類的 第三個就是英國倫敦大學倫敦政經學院 當時的全稱叫做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 因為在1983年1984年倫敦政經學院只是一個學院 是隸屬於倫敦大學 所以這個學院的圖書館也必須要擁有一份論文 其實我大膽的說了 法律系本身一定會跟同學要一份論文 留檔 我在School of Journalism跟Mass Communication 我一樣上繳一份給自己的系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結果三個地方通通都沒有 機率是多少的 各位自己算吧 第四個 涉及國家機密 教育部卻將蔡英文申請教授升等論文封鎖 以涉及國家機密 這根本沒有涉及任何國家機密啊 這個37年前的論文 談什麼關稅不關稅 這個跟國家機密有什麼關係 一個27歲的小女孩 她那個時候什麼國家機密 沒有嘛 教育部卻硬要把她封存30年 證明心虛不敢示人 第五個 2019年穿越時空出現所謂的1984年的博士論文 2019年叫1984這是35年的穿越時空 內文出現了至少444個錯字 而且還有立可白 還有圖改 還有手寫 證明這頂多就是拼湊的草稿 而非最後的定稿 甚至是後來拼湊的 沒有錯 這就是後來拼湊的 哪一個年代拼湊哪一個東西 我們都有科學的精準的建定 本身不是符合規格的最後論文 當然這不是 是無庸置疑的 第六點 蔡英文呢 跟總統府推給了LSE 是說一切都要以LSE的說法為主 結果2021年的11月底 英國的LSE倫敦政經學院承認 他們沒有蔡英文的口試記錄 那麼蔡英文跟總統府危機處理 立刻又把他推給了倫敦大學 結果還藉由這個林秉書王力宏 來微謂救趙 但是今年沒有過多久 就在1月12號倫敦大學也宣布了 沒有蔡同學的論文 你要幾個林秉書來救趙呢 你救得了嗎 現在要弄誰呢 好我們再來 林環牆教授查證蔡英文的三張畢業證書 包括了DCAR執行長林育青的證書 沒有證書編號 都是假的 蔡集團於是心虛了下架了PTT上面的證書相關資訊 第八點 英國倫敦大學1984年前後畢業生的名冊 沒有 蔡英文 導演吳念珍跟蔡英文合出的洋蔥炒蛋跟小英便當 這本書拿來當成詐騙 後來證明裡面說的話是假的 裡面的照片也是假的 第九點 這麼光宗耀祖的事卻沒有一張他穿了倫敦大學的博士服 跟任何人照片 沒有一張都沒有 博士服的照片 不論如何你家再窮去跟同學借來都會照一張照片 他一張都沒有 第十粗糙的專長在於憲法跟行政法跟國際 他說他捏造了一個非常粗糙的指導教授 憲法跟憲法跟行政法專長的一點國際貿易經濟都沒有 這方面專長商業法專長都沒有的Michael Elliott做指導老師 那麼他看呢 這個Michael Elliott他之所以是掰這個故事 是因為看準他已經過世了 他說這個故事呢 跟當年319槍擊案唯一被這個警方認定為是兇嫌的陳義雄 沒多久之後呢 就莫名其妙淹死了 他說這就是一個一模一樣的故事情節 這就是小老百姓 很簡單 很單純 不用了解太多內幕 也不用了解學位的授語 更不用去看英國的學業規定 單刀直入的 整理出十點 有關於蔡同學 絕對是賈博士的 小老百姓的語言 好 今天呢 小老百姓的畫面 最好看 都知道了 你說那還是要做的 小老百姓的樣子 小老百姓的畫面 阿 小老百姓的畫面